世界银行表示中国经济2010年将增长9.5% 但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需要抑制通货膨胀 防止经济过热 这个位于华盛顿的机构星期三 在针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季报中做出了以上的预估 世界银行说中国今年将历经显著的通货膨胀 但并非不可控制 除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世界银行还敦促中国采纳更有弹性的货币兑换汇率 从而抑制通货膨胀